血脂在正常范围了,为什么还要继续服用像这样?临床上,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有这个疑惑,要解答这个问题,还要从高血脂的危害说起,高脂血症是由于血液中弹固醇或甘油三质升高。 这些多余被排出的血脂沉积在血管壁上,日积月雷,导致动脉周样硬化,血管壁逐渐增厚,血液供应受阻,发生心脚痛,心肌梗塞,心率失常甚至猝死。 所以,虽然血脂一时间得到控制,在正常范围内了,但是长期高血脂对血管造成的伤害,并没有因为这一时间的血脂正常,就表示高血脂彻底治愈,高血脂对血管的伤害完全复原,仍然会存在心脑血管疾病发病风险。 研究表明,血脂胆固醇降低1%,关心病事件发生的危险性降低2%,所以,在血脂较致重常的情况下,患者本人不要擅自停药,要坚持服用他停泪药或烟酸,阿斯匹林等,坚持改善生活方式。 包括合理饮食,适量运动,节液腺脚,平衡心理四个方面,疑问故障之效果,预防心脑血管疾病。 科学降血脂,只有四个字,上面我们已经讲了,血脂正常了,也要继续服用降脂药,体现的就是坚持两个字,还有两个字就是导标。 但是不同人群,降脂导标要求不同,降脂的首要目标是,降低血液中低密度质蛋白的含量,而不同危险人群的降脂导标要求是不一样的。 同时身患多种疾病的高危险人,必须降至2.0以下,关心病,中风,糖尿病患者,应降至2.6以下,又高血压,肥胖,吸烟酗酒,家族食。 借年龄在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,则降到3.1以下,没有上述造成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。 血之则降到3月6日以下即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